女孩每次大便只能拉到袋子里 然后把袋子递给父亲 父亲力气大 可以把袋子扔出洞外 这样洞里面不会太难闻 当然了 扔的次数多了 也有失误的时候 夫妻俩和女儿 在这个洞里困了好几天 平时有一个男孩来给他们送食物 这男孩不是别人 他是洞里夫妻俩的儿子 名叫小Y 刚刚进入青春期 夫妻俩对孩子的成长非常关心 姐姐小雪对这个弟弟也是十分宠爱 但青春期的男孩 脑子里是一团江湖 旺盛的荷尔蒙 让他们做出各种冲动的事情 这天小Y把母亲的安眠药 放进果汁里 家人喝下后 全都昏睡了过去 确定他们彻底失去意识后 小Y把他们挨个拖出房间 放到家里扔垃圾的小推车上 趁着天黑 推到了旁边一个树林里 第二天 小雪迷迷糊糊地醒来 睁眼一看 不对啊 卧室怎么多了个这么大的天窗啊 她一下子清醒过来 这才发现自己 是在一个洞里 而她的父母也在旁边睡着 她赶紧叫醒了父亲大强 大强醒来也吓了一跳 她腿上还绑着绳子 看来 有人用绳子 把他们放到洞里 短暂地惊慌后 他们冷静下来 这时候 他们才注意到 小Y不在洞里 小Y这时候正在打电话 她用变声器 模仿父亲的声音 给姐姐的学校请了假 父母都是自由职业 不用上班 所以没人会发现失踪 她开上父亲的车来到镇上 找到一个自动取款机 查了下老爸账号的余额 里面只剩75万刀了 看来得省着点用啊 小Y只给自己买了一份炸鸡 给洞里的父母和姐姐也带了一些 她慢慢地靠近洞口 心里多少还是有些心虚 母亲阿莲 看见儿子来了很开心 赶紧关心地问儿子 有没有受伤 能不能去找个绳子 把他们救上去 现在他们还不知道 这都是小Y做的 小Y看着他们一言不发 然后把手里的食物扔了下去 到这时候 他们才明白过来 原来罪魁祸首就是小Y 愤怒的大强开始骂儿子 大逆不道 小Y听后 默默地离开了洞口 任凭大强在洞里 歇斯底里地大叫 他回到家 无拘无束地玩起了游戏 洞里面 这三口也尝试过自救 他们迭罗汉 试图把小雪举上去 但不管怎么努力 小雪都够不到洞口 小Y自己在家玩没意思 他喊来一个朋友陪他 至于自己的父母 他解释 说去外地出差了 两个小屁还没日没夜 玩着游戏 就这样过了几天 下了一场大雨 气温降了下来 小Y拿着一多厚衣服 来到洞口 现在洞里的三人 也平静下来 看见小Y过来 他们也不再发怒 小Y并不是每天都过来 他通常一次 都扔几天的食物 小Y把衣服扔下去后 还是一声不吭地 离开了洞口 回到家 他和朋友 继续着各种脑残的游戏 用父亲的钱浪费着各种食物 而洞里的母亲 饿得只能啃香蕉皮 朋友待了好几天 逆了要走 小Y开车去送 到了车站 小Y又拿出一打钱甩给朋友 让朋友回去随便花 等他再回到家的时候 发现门口停着一辆车 是母亲的闺蜜来了 他好几天联系不上阿莲 所以想来看看 到底怎么回事 小Y解释 说是爷爷忽然得了重病 父母还有姐姐 都去看望爷爷了 走得比较急电话 都没带 女人感觉奇怪 但也没有办法 她站起来想走 小Y把她拦住了 她想让女人留下来过夜 女人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小Y贴上来 说她太寂寞了 女人吓得赶紧找借口溜了 洞里的三口人 无精打采地坐着 饥寒交迫的他们 回忆着以前温馨的生活 小Y这时候 就在洞口不远处坐着 洞里的对话 也勾起了她的回忆 小Y回到家开始切菜 跟着视频教程 做了几份炒饭 不一会儿洞里的三个人 看见小Y来了 小Y还是一言不发 不过这次 她往下放了一个桶 小雪赶紧上前接住查看 发现里面装了炒饭 还有葡萄酒 大强看见绳子很是激动 所以说不定可以逃出去 没想到这小子留了一手 大强也早已麻木 他坐下来 开始狼吞虎咽地吃炒饭 小Y也坐在洞边陪他们吃 一家人边吃边聊有说有笑 好像又回到了以前和谐的时光 晚上小Y无聊地摁着电灯的遥控 空空的房子 没有一点家的味道 他起身开车在外面转了一夜 早上天刚亮 他就来到了洞口 看着下面熟睡的父母和姐姐 他经不住地小声抽气起来 不一会儿 阿连被一阵响声惊醒 他起身看到一个梯子 从上面伸了下来 最后直接伸到了洞底 难道小Y要放他们出去 大强先爬出来看情况 发现上面没有人 一家人赶紧从洞里出来往家走 他们刚走到院子外 就感觉不对劲 泳池里好像飘着一个人 他们赶紧跑上去查看 果然是小Y 他脸朝下飘在水面上 早已停止了心跳 剧终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